要带您看大陆人大会议在上午正式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会进行上任以来首次工作报告 这一情形我们请资深特派戴绿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大陆一年一度的政治会 上午登场了 那么现在今天上午重头戏聚焦在总理李克强的工作报告 我们会给您典礼 克强他今天上午的工作报告有一个重点 他把这个大陆GDP增长定在7.5%左右 另外在CPI的指数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涨幅定在3.5% 而在国防预算方面 国防预算的这个预算的数字是 8082亿人民币增长12.2% 那么另外在这个对台的问题上 李克强强调九二共识 同时他说维护一个中国的框架 并且表示增进互信 还提出两岸一家亲的这样一个理念 那么另外在这个防治空气污染 雾霾方面呢 李克强提出了重拳的措施 他提出要实施大气污染防止计划表 那么今天呢 各界都在关注 因为这是李克强第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 那么大家都关注这一位经济学博士 提出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和方针 各界称呼他的这个提出的经济政策 是李克强经济学 破坏了这个经济蓝图关系的 今年大陆发展 也牵动着全球 更和台湾息息相关 那你全面贯注 大会议的开幕现场 观察到最新的讯息 主播 好的谢谢戴绿的零线报道 谢谢大家